各位網友 大家好 那邊箱 河馬河 河白兩位就 很精神 又爆料又說到好像有人批准他 另一邊箱 我們的防署處長羅淑沛 你們在電台節目上接受訪問 也都見到 車淑梅有問一問 關於打擊濫用公屋的進度 甚至乎 究竟是不是跟著河白河太的事 其實到這個位置 首先要給個讚 多謝你 多謝你 另外一件事就是要說 有人覺得你以為大家不跟著 甚至乎 可能河白河太以為他們 但只有你們黑粉才說公屋的事 其實所有人都 金星火眼在看著 真的 我那天才說 我記得在早上 我忘記了哪一集有說 其實各位媒體 無論報紙或記者也好 各位做媒體的大哥大哥大姐也好 理論上你去見到 特首 那天 在這個九月尾 特首就去了沙田 何永然都在 就著這個 翻身公屋收回公屋單位 那些 記者報紙 紛紛報道 特首真的很關注 要加強打擊濫用這些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們不問呢 打蛇除棍上 那時候 或多或少都 問多兩句 讓大家知道 開心一下也好 是不是 對 對 我們有時候 要生病 特首 不知道你有沒有知道 全城關注 炒了半個月 不是半個月 炒了半年的 何百何太 何局長 你們都知道 對 這件事怎樣呢 很多網民都關注 很多人都覺得 濫用公屋 都關注這些事 那 究竟 不知道特首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其實 哪怕 哪怕 很荒蕪 很荒蕪的答案 我覺得沒有問題 起碼 就是要生病 特首 我們會嚴肅跟進 嘩 拍手掌 大家馬上拍手掌 開心 但是 為什麼沒有人問呢 這麼好 一個大大機會都錯過了 好了 我看到我們的羅署長 今次接受電台訪問 有些事要說 其中 亦都在說 打擊濫用公屋的問題 是 因為它說到 有些事真的好離譜 好過分 我們看看這個報道 不如 政府近年加強打擊濫用公屋 看到我們房屋處處長 現在媒體 給他一個封號 開始有賭 什麼事 是啊 你在網上也有些 叫做追星處長 沒有問題 真的沒有問題 做到事就可以了 這些是李公如時候的興趣 署長也是人 羅索佩指出 儲方在上個財政年度 一共收回了大約15500個公屋單位 相信每年回收的單位數字會持續高位 其實真的很多人在濫用 對 這個事實 就是事實 其實我們有多少資源白白浪費了 在一些不應該使用的人身上 益了有多少人呢 這個是 反過來我們在現金經濟的環境下 我們波叔每天都在想怎樣去省 開完節流經常都說 在這一方面 原來我們有這麼多資源 我不是說錯配 本身是沒有錯配的 是可能因為有些人動了歪心 但其實這些事情應該理論上 你發財 你有錢你就搬走 這個是原意 是個願景來的 但是人就是這樣的 人本身是自私的 是貪的 有這種貪念 所以一直都有這麼多這些問題 仰仰仰仰仰仰 好像不聞不聞 一直以來 我們特首李家超 在他任期裏面 一來上馬就立刻 平平凡凡 加快進度 加大力 去打擊濫用公屋 你看到成效 其實真的非常之厲害 但是我們的羅署長 他說這樣 其實數字都會繼續有 好了 更加說一下 他說至今 發現了14個公屋 有內地物業 有內地物業 是否立刻要拉到鎖 他就說會進一步檢視相關物業的價值 他說如果超出資產限額的話 就說將會收回 那喂 會不會這14個是 其中一個是河馬呢 哈哈 正在檢視中 是嗎 嘩 當然先不要開名字 繼續看看 嘩 這樣就很精彩了 工作正在做的 房署這麼多 都說了 其實真的 每天他們是很多 例子要做 會不會說 因為你是河馬 你優先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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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都有先後次序 我們不能夠被一個人打亂了 整個 政策的部署 房署 在上個財政年度 透過打擊濫用 就收回了大概2800個單位 連同主動自己舉手 交出來 違反租約等這些問題 而收回單位大約15500個 所以其實這裡也可以 補充一下 關於 就是河馬 在他直播當中 他經常都說 房署有料 收了我 那些 是不是 有些什麼 壞了 其實大家要想一下 他不是說 做些什麼 他真的要 要資產超標才可以收到 那些 違反租約裡面 有很多的條例 都可以中到 其實 那 看到羅署長 他又這樣說 說一下那些六字居 挺旺的 那 另一件事 就是因為接下來 居屋 又會推出五個屋 接受申請 再加上 減息周期 吸引到市民置業 所以可能會 接下來 多了回收單位的數字 可能是主動交回 其實那些主動交回 不是一定是壞的 大家又不要想到 每個單單都是壞的 可能有些 我發了答 我現在不住了 我真的交回單位出來 都有 有些就是按規矩 但有些就是自己 被人抓了出來 好了 更加說到 房署今年四月 就要求 大概有二十五萬四千名公屋戶 申報入息和資產 根據他們的數字 就說已經收回超過99%的申報表 其中有四十五戶 沒有回覆或者不上訴 處方已經發出收樓通知 其他申報個案 就說會和土地註冊處 去核對資料 核實住戶究竟有沒有私人物業 其實 你想想 除了剛才說的 那四十五戶 之外 其實他們還有 是二十幾萬戶要查的 除了荷馬這一宗 之外 他們還有二十幾萬戶 要在岸上要做 所以有人就覺得 為何房署好像 這麼久都沒有消息 這樣 那說一下 其實房署署長 在電台上 有 阿車淑梅 我看到有訪問 他 這次真的做到事 我覺得 因為其實這件事件 真的 大家都吃吃相關 我可以播一播給大家聽一下 才行 你 看的就是探望 那又希望透過努力 社會給個機會 希望你成功 是的 不過那些市民 有時候都會問一下 究竟 你看到處長的時候 會問一下 他關於學生後太的事 這樣 會不會街上 有些朋友都會這樣 跟你表達 首先我不會幫任何人 去查流量的 政府做事是嚴肅的 我們如果做我們的工作 無論是打擊濫用 或者是我們處理任何這些政策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個證據 確實有真憑實據的話 我們可以採取行動的 我們一定做的 但是中間的過程 我們每一個個案 都不會交代太多 我之前都說 其實我們當時出來說 其實都是因為 可能有一些誤解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的 網上 無論是評論的人 或者甚至當事人自己說的話 是不是百分百都 跟大家理解的一樣 其實是未必的 所以 在那一方面 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的工作是沒有停止 我們仍然很努力 透過方方面面去查證 以及去維護我們 那個公屋制度的公平性 會不會去見一下他 那就不會了 因為我怕他會開Live 哈哈哈哈 嘩 廚長你真是風趣 我只是想起這一句 怕何馬開Live 這一句 非常清晰 其實 勝所謂 你以為別人不做事 別人 羅儲長 一清二楚 你開Live 你 當然 為什麼不知道 人家報紙有報的 就算羅儲長 他不是去你的帳戶看 不是去看 各位其他不同的 行家的轉播 人家都會看報紙 他其他有員工有下屬 可能都會匯報 小紅書 也會說 我們的處長 經常都說 他會在不同的情況下 去監視這些類似相關的個案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 聽到羅儲長 他這個答覆 有人就說 你們猜錯了 或者 這個 你問我的答案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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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化 非常 非常 公式化的答案 這個 公式化的答案 我不會覺得 意外 也不會覺得 不開心 為什麼 我經常都說 一件事 政府 做事 防署 去調查 他不會跟你打挪打鼓 正如我之前 有時候 我都說一下 河馬的話題的時候 我就說 你找些什麼證據 直接對比相關部門 可以 你不需要 在網上 說 很厲害 我拿著河馬 你這些痛腳 你這些什麼痛腳 我還要告訴你 其實對於整個搜證 甚至乎 令到他可以成功檢控 是會難度提升的 那背後 什麼原因 我相信 大家是非常 聰明 想得到的 因為 其實 就著這個論點 這個做法 其實都不是單止我 說過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樣 說過 是不是 正所謂 你拿莊 觸察要拿莊 你都不要讓人 弄到不見了 是不是 有機會會令到不見了 那麼 處長 他也心水很清 他剛才也說 其實 你都不要盡信 你不要相信 河馬 即是你不要相信 他們說話 或者網上那些言論 其實他這句說話 很簡單 無論 如果在 這件 故事來講 何生何太 這件故事來講 網上是 路邊寫消息 滿天飛 我就說 就算你真的要去做Fact Check 都檢查到你頭都大 所以你是很難 你說 為什麼還沒做事 那你都要檢查 我都說要檢查 大家每天爆出這麼多資料 究竟那些資料 堅抽 真騷 假牙 何馬說他自己行得正 站得正 善心人士 說好話 說自己經常被迫害 五個子女舉報 什麼什麼 什麼 很多事情 他們都說 那麼多事情 究竟哪些是真 哪些 其實 羅處長 其實他們心中已經有數 他們已經知道 所以告訴大家 你們不要相信 十足十 也不要用他們的說話 他們說 這樣啊 他們說沒事 是不是真的沒事 就馬上 好像被壓力 局方 他說沒事 一個有罪的人 一個犯了法的人 都不會說自己是惡犯法的 不會認罪 是不是 就是 壞了的人 是不會認罪的 是不是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何況他們兩個 那麼認屎認屁 所以其實我自己 去到這個層面上面 你聽完 車淑梅這樣問 羅淑貝 問我們的處長 這句答案 其實都已經是一清二楚 事不是不做 但是 一定按規矩做 就不能夠亂做 是不是 這個道理 很簡單 而你說為什麼要搞那麼久 就是 你從解讀上面可以聽得出 因為其實現在網上太多資訊 喂 大哥 他開Live 是不是 一直跟他找他聊天 轉過頭 他還抓了他開Live 哇 他不是拆流量 被他賺流量 署長都不會給他 都說到明不會給他 流量給他的 是不是 說到明不會給他 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 某程度上 只要房署做好這個把關 有足夠的證據 就一定 就會行動的 所以其實 你說 網上 各位 這些言論 無論你正也好 反也好 真也好 假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 無論 何馬說什麼都好 局方 或者相關的人士 都會照單傳收 他們會去分析 這一宗是真 還是假 有沒有用呢 有時候 我們從 去推理 或者去研判 可能說中了都不出極 但是我們不會 這一刻 不會知道答案 是不是 就算當事人 你說他 你說他 就是有人說 你他是 假身份 什麼什麼都好 各樣各樣都好 他們經常都吹嘴 又說 什麼 在加拿大去英國 我們兩個 然後 河馬大讚自己的仁慈 我都不告他 什麼 起我底 你看我多仁慈 我真是想吐 唉 真是 你仁慈 你哪些仁慈 看不出 有沒有人知道他仁慈 沒有 沒有人知道你仁慈 我知道你賤格 我知道你卑鄙無恥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什麼人 我相信大家都有眼看 我相信政府 相關當局 都有眼看 何況 剛才羅淑佩 我們的羅儲長 他都這樣說 他說 更加找到一些 離譜的例子 租上租 暴利五倍 他說 羅淑佩指出 他們發現有租上租的問題 羅淑佩說 公屋是留給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居住 你們不交單位出來 還要拿來賺錢 見到一些個案 幾千元租金很過分 就說 政府便宜租給你 你竟然 用五倍租給人 還要賺錢 那是很嚴重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單止你收回公屋 你是要重判 是啊 你起碼要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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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牢十年八年 大佬 你是利用納稅人的錢 去賺自己的錢 你是欺騙政府 你現在做很多 衰革的事情 難聽你說過 你耍警白都要 怎樣都要 所以當然 就這件事件 我相信大家都盡之所能 大家都估計得到 就算羅署長 或者他們當局後面 走到什麼位置都好 他們都不會告訴我們 是不是 這個也是我之前所說的分析 他們通常之後 搞定了 那才拿出來說 搞定了 有些什麼 好像這些例子 又報出來 有多少是成功 就是叫做 搜證成功 下了叉儲 收回公屋 之類 這些 不會在這個時候 這麼快告訴你 真的不會 還要搞多久 當然 涉及的事情 有多複雜 有多廣泛 這個 我相信 如果大家去 欣賞一下 拿回資料 還有可不合體 由Day1開始到這一刻 究竟裡面涉及的 有人說 河馬有十幾宗序 其實裡面很複雜 很複雜 可能涉及很多不同的部門 還要跨地域的部門 是不是 還要說 由來已久的歷史 由來已久 可能是鹹豐年 很久之前 他做過什麼 究竟當時 那個地方 有沒有記錄 可以再檢查到 這些要去做 對做 去驗的時候 就不是純粹 在電腦按粒 砌出來 這麼簡單 因為你涉及的 很多問題 在裡面 究竟哪些還要排除 是假 是流料 是說謊 舉例 河馬說他沒有 究竟是不是真的沒有 會不會因為他說沒有 就要不去查 等等之類 所以其實這個是對於 我覺得 比起其他例子來說 是更加難 更加難去 隨定音 說他究竟 什麼時候收回 但是我從另一些角度 在另一些層面上面 其實你們可以動用 那些條例去做 那究竟 是不是因為 覺得 不單止 只是用這些條例 可以足以 或者甚至乎 滿足得到 有機會可能是 涉及的 更嚴重 你說純粹趕了 你搬出那間公屋 房署好像做完事之外 但是可能 政府覺得 它涉及有其他事情的時候 一次過做完 會不會是這樣 要配合其他部門 一次過做 所以才 要搞這麼久 這個我不知道 可能 也不出奇 所以其實 在這個層面上面 我們可以 估計得到 甚至乎 從這個角度去分析 去研究得到 究竟現在 甚至乎 聽得到羅柱長 在這個層面上面的 他們的做法 他們的動態 甚至乎 也算是 對公眾 說一些 你們想知道的 話 告訴你們 總之你們不要 只是聽他們說話 總之政府會做事 說完 那就行了 有你們這句話 起碼大家都 按一按心 好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拜拜